来来 委员怎么看 现在蓝营是不是陷入崩溃当中 然后纠结在这些 那当然大家也关心疫苗 在这次的昨天迁进的合作备购当中 未来是不是有极大的合作空间 跟蓝营倒不是崩溃 他是有点疯狂 这件事情从昨天骂到现在 给外界 尤其给台湾民众的一个想法 就是小鼻子小眼睛 吹毛求疵 如果我今天是国民党的朋友的话 我真的在旁边 我会建议国民党的朋友 你这个很好反应的嘛 你就说哎呦 阿扎尔你都来几次 你可能叫我们蔡总统 你就会叫得比较顺 从昨天阿扎尔的飞机降落以后 我看这个名字就让国民党 阿扎尔都让他心里都很阿扎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很阿扎 他就变成国民党看到这一次 你注意去看一个人的反应最大 声音最大 中国的赵立坚 除了中国的赵立坚以外 你说看到阿扎尔的飞机降落在台湾 谁声音骂得最大声的 就中国国民党的朋友 这个这样子我觉得一点加分都没有 可以讲很多 反正觉得我们都不是针对美国 我们只是说他可以对我们更尊敬 是啊 可是那个情绪散发出来就不是这样 你去看连胜文的看法是什么 你去看杨志良的看法是什么 说是外交突破 从国民党的想法 昨天的讲法讲到现在 还有甚至于指责兄你去到现在的讲法 让人家感觉你就是有点愤愤不平 你现在只能去讲说 我们国民党很多 那个不能全部都算国民党的 那不然呢 连胜文算谁的 算共产党吗 杨志良算谁的 不算国民党要算哪一党的 不能算党中央 他当然是国民党的同志 这个叫做概括承受 我们只要有人这样出去讲 我们被打脸的时候 我们也都要点点 你知道吗 所以也就是这种议题 这样子开骂的话 我第一个想法 如果我都不从政 我会觉得说 你们这种是对什么人的朋友 现在是美国到台湾 这个你如果真正要很白话 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就中国在国际上在打压台湾 处处台湾在国际上招架 没有招架之力的时候 美国到台湾来 这看起来的解读 就是在挺你台湾 那结果你不是 结果你不是 你的好朋友来了 你的好朋友要挺你的朋友 到台湾来了 结果你国内一直开骂 一对 所以大家才会认为说 你到底误认为 你国际上到底是谁的朋友 我觉得这样子不好 那你说讲的好不好 是不是口误 或者说真的 确实啊 我也看到他把文件出来 你看到我们这个 秀出来的文件 我们是念起来 我们这个整个文件里面 是讲蔡英文 确实念出来会像指着兄 我都承认 可是我听了 我不会那么生气 我会说 你不要念我比较准的 我没有生气啊 我的想法 你说国民党 极少数极少数不生气 但是讲出来又酸溜溜的 你可以去讲说 公的父 我们是公的父母 你来两招 台湾很棒 你来我们一定把你当朋友 你国民党昨天到现在 展现出来的态度 美国人不会认为 国民党是我们美国的朋友 没有人会这样子认为的 我讲说 我剪刀了 你死美国了 你像我们台湾的总统 叫他 菜他叫他死去 打风筒 太可惜了 还叫蔡英文跟相关官员 还要再隔离14周 还要自主健康管理7天 你算那种心情 你把他想想看嘛 今天如果人家一个 美国的一个部长 不管他多重要 至少人家在美国国内 他确实已经先检疫过了 也都是阴性 然后又专机来 团进团出下来 我们就要给他检测一次 然后全部没有跟民众接触到 你说不是 蔡英文你要隔离 什么人接触到 全部都要隔离 不是还有人说出事的谁负责 这个心态到底是要干什么